所以开完INY之后呢 我觉得谁还想开油车啊 十几万的预算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燃油车还是纯电车 今天我请来了两位硬核的选手 一台呢是来自日产的肖克 另一台则是来自广汽的INY 他们俩在各自的产品阵列里面 都呈现出了相当不错的产品特性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给你差不多的预算 你会选择日产的肖克 还是广汽的INY呢 今天这台肖克呢 其实并不是目前在售的新车 而是我们主编大大的车型 所以它显得比较的圆润 不过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呢 VMotion的设计员 即使放到现在也不算是多么的过时 两侧车头的头灯 还是设计的比较激进的 尤其是相比起之前的车型来说 来到侧面呢 你会发现肖克用的是两条上扬的腰线 当然轮毂的尺寸呢 只有18英寸 轮毂的造型也是显得有点中庸了 很明显肖克还是一位好好先生的模样 来到尾部你会发现 这台车的尾部设计和他的大哥齐骏非常的像 尾灯的造型也是如此 虽然说在当时显得相当大胆且激进 但是放到现在的话还是显得有些平庸的 不得不说肖克在整体的造型设计上 还是显得保守中庸了一些 来到爱湾这里呢 你会发现它和很多纯电车一样 用的是封闭式的前脸造型 两侧放射状的日间行车灯也是很有辨识度的 而底部橙色的饰板呢 也预示着这就是一台为了年轻消费者而来的一款纯电车 侧面和尾部的设计还是很有看点的 比如说它有隐藏式的门把手 悬浮式的车身 以及膝柱上特殊的装饰 就连龙骨的造型也和很多纯电车一样 被设计成了低风阻的样式 龙骨的尺寸还是不小的 19英寸 在同类车型中也算是比较出彩的水准了 尾部的设计其实还是比较方正的 很明显厂家希望消费者在搬运货物的时候更方便一些 而尾灯的造型呢 其实是和日间行车灯的设计也有点 遥相呼应的意思 而从整体来看呢 这几年自主品牌厂商在设计方面 是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大胆了 而要是和肖克比谁更好呢 其实很难讲 有人喜欢肖克的圆润与居家 而有人则喜欢IY的激进和锋芒 坐进肖克的车内呢 你会发现他和他的大哥齐骏依旧保持了非常高的居士 尤其是在整个方向盘仪表中控的布局上 你找不到它的缺点 你也找不到它的优点 我只能说相当的平庸 至于配置部分呢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 中控系统的功能其实也非常难以 不光是在尺寸上 它在使用的表现上 也和目前在售的主流的智能车型 智能设备有着不小的差距 不过呢 这套中控里面内置了CarPlay的配置 我觉得也算是厂商的一个小小的诚意了吧 至于空间和乘坐体验呢 作为日产 我觉得它还是找不到太大的毛病的 虽然说轴距不长 但是后排乘客依旧可以获得不错的乘坐感受 尤其是在比较饱满的坐雨前中午之下 就算是需要来集场小堂补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坐进INY呢 你能发现一瞬间就变得年轻了许多 尤其是在各种配色和点缀的装饰之下呢 你会发现整台车似乎更时尚也更年轻了 虽然说从材质的角度来讲 这台车依旧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空间 因为大部分都是硬塑料嘛 但是从配置的角度来说呢 不管是显示效果相当清晰的液晶仪表 还是功能满满的智能中控 我觉得都彰显出了厂商的诚意 哦对了 3D泊车影像技术一定是个大杀器 我觉得对于那些新手小白来说 再合适不过了 而至于其他的配置 我觉得也是值得一提 比如说像功能超多的多功能方向盘 还有无线充电 还有电动座椅调节这种配置 在这台车上都没有缺失 在后排座椅的乘坐感受上 我觉得也是完全对得起 紧凑级SUV的定义的 后排空间相当夸张 而且配合上这套全景天窗 我觉得偶尔来几次 小长途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动力系统部分呢 这台销口用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CVT的组合 不管是150马力的最大功率 还是200牛米的峰值扭矩 在这个时代都算不上激进了 日常状态下 时速100之下 还是能够感觉得到这台动力系统的轻快感 不过你要说加速有多么的迅猛 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的 从整体而言呢 这套CED还是尽职尽责的 对于发动机转速的控制 还算比较到位 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台为了省油而生的SUV 而在IOI这里呢 厂家为其配备的是一套 前置单电机的动力总成 184马力的最大功率 以及225牛米的峰值扭矩 已经比大部分的2.0T车型要来得迅猛了 所以就算在一台184马力的电车上 你也能感受到很多驾驶上的乐趣 至于续航呢 这台车分成了两个版本 最逼配咱们就不说了 在高配版本车型上 配备的是76.8千瓦时的动力电池组 可以实现600公里的续航能力 而在走量车型上 则配备的是63.98千瓦时的动力电池 500公里的续航能力呢 已经能够满足大家的日常所需了 所以开完Ion Y之后呢 我觉得谁还想开油车啊 曾经日系车型 以以为傲的省油省心省钱的特性 正在被这些疯狂崛起的自主品牌车型 给一点点磨灭 现在目前在市面上销售的日产销客 在外形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也显得更大胆 但是我们依旧能够看到日产 在设计方面的保守 我非常喜欢日产销客的大沙发一样的座椅 但我也希望日产能够在车内的科技配置部分 日后呢能进行补足 而至于动力系统呢 日产销客的这一套 2.0升加CVT的动力总成 在同类车型中 不管是发动机的振动控制 还是车辆的NVH水平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对于当下的90后 或者是00后的消费者来说 以它的动力水平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了 尤其是在需要急加速的时候 完全比不上INY的水准 所以这也是为何我更推荐大家选择INY的主要原因 而在INY这里呢 你会发现不管是它的外观还是内饰 都是明显的冲着年轻消费者来的 而且在外观以及内饰的细节上 这台车也是值得考究的 且在内饰的配置上 尤其是在智能科技的配置上 以它十几万元的价格 我觉得也是没得说 在十几万元的设计上 你可以看到主动刹车 自行巡洋的配置也算是相当有诚意了 所以有了这些配置之后 就算你是新手小白 也能够在芳花的都市里畅行无阻 从它的机械表现 不管是从底盘的反馈 还是车身姿态的控制 还有着不小的提升空间 不过以它184马力的最大功率 我觉得已经能让不少人体会到 来自电机的快乐了 而看到这里呢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问 如果我要选择INY的话 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 按我来说 如果预算非常充足 我觉得顶配版本车型是最值得选择的 因为在顶配版本车型上 要什么有什么配置 不过呢 如果要追求性价比 贵一万块钱的七零至零版本车型 或许更值得选择一些 因为多了一万块钱 你可以得到超过16项的配置提升 比如说全顶千窗 蓝牙钥匙 铝合金轮圈 以及隐藏式的电子门把手 还有支持道路信息显示的 智能导航系统等等等等 所以多花一万块钱 能得到那么多配置的提升 难道它不香吗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和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